HELLO 大家好 我是Hailey 雖然現在疫情好像暫時好了一點點 但我們都不能吊耳輕心 經常聽到我講關於養生 很多觀眾都想我分享養生的食料 但我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種非常簡易的養生湯水或養生茶 都是我經常煮 經常去喝 不要一聽到養生就會覺得很貴 很多材料 或者要很多時間 其實真的很簡單 甚至有些在公司每天煮 都是很便宜和很省時間 所以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第一樣要分享就是一個燉湯 我基本上每個星期都最少煮一次來喝 材料很簡單 有四分一隻烏雞 然後有些圓肉 淮山 檔心 薑 最後就浸了一些杞子 用少許薑煮滾水之後 就可以把藥材放進去 其實出水出大約10秒左右 之後我就會用其他的薑鋪在燉中底 把剛才出水的材料全部放在燉中裡面 然後圓肉我會用篩子 然後尿兩下放進燉中 最後就拿了一些杞子 又是在滾水上尿幾下 就可以放進燉中 然後就會處理烏雞 因為我本身一隻會分四次來煮 所以都會在冰箱裡拿出來解凍 又是放進滾水裡出一出水的 其實目的不是要煮熟 所以通常都是一分鐘左右 我就會拿出來 然後塞進燉中 你看到好像塞到很悶的 一會兒加數鐵機沒有水是不會的 用鍋子滾了熱水一盒一盒加滿就可以了 淮山可以益氣養陰補皮閉神 檔心補中益氣 健皮益肺 圓肉可以養血安神 幾指明目就每個人都知道 為什麼不選普通雞要用烏雞 就是因為烏雞沒那麼醜 而且會比較滋陰 其實不一定要特地買一個很大的燉中 去做這件事 我家也是用這些煮花茶的壺 把燉中塞進去 然後這樣隔水燉大約兩小時就可以了 兩個小時之後就可以打開它 你會發現裡面的湯是超級香和清澈 跟你煲湯是不同的 因為燉湯是隔水加熱 將裡面的材料精華逼出來 所以這個湯是很濃郁 還有營養價值也會高一點 這個燉湯其實就是外田中醫推介外飲的 喝了之後我發現自己少了手腳冰爛 尖寒尖凍的問題 但是你要記住 不是一兩個月喝一次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我真的要整天喝 每個星期都喝 你就會感受到分別 而且喝得多是可以增強抵抗力 所以我都很推介大家去做這個湯 第二件事就簡單很多了 就是我每天至少喝一杯薑茶 外料其實捨得薑和黑糖 不過我今天剛巧沒有黑糖 就用了一點蔗糖來代替 媽媽從小到大都教了薑 要拍一拍它的味道會更加出 所以全部薑片我都先拍了 這裡其實是蠻辣的 如果大家剛開始煮就不要像我一樣 這麼多片薑 煮一煮滾水把薑全部放進去 蓋著蓋子大約滾5分鐘左右 就可以把糖加進去 之後等糖溶了就可以喝得了 是不是超級快沒有技巧 很簡單 薑茶是有活血去寒和除濕功效的 所以除了手腳冰冷之外 你剛剛感冒初起流鼻水打黑癡那種 你喝了薑茶都會快點好 甚至乎夏天整天吃一些冰冷的東西 或者魚生那些 吃完之後喝一杯薑茶 都可以暖暖的胃驅走一些寒氣 最後一件東西就是我在辦公室當水喝的黑豆水 這個材料更簡單 只有一些炒過的黑豆 黑豆我放在鍋裡 不用下油 什麼都不用小火 一邊炒炒到有裂痕為止就可以了 把黑豆放進一個保溫壺 或者一個門燒鍋 然後加熱水 把它焗大約30分鐘之後喝就可以了 黑豆的功效 除了可以滋補腎臟補光眉目 最重要是可以利水消腫 所以可以去水腫 最適合辦公室小運動的我們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我經常做的養生湯或者養生茶 大家看完之後 覺得比想像中簡單很多 還有省時間很多 不需要很繁複的工序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日下午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囉